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白话佛法 学佛度众 如果你想度化别人 实际上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对方啊 你去度化他的时候 有的时候对方呢 你不了解他 你不知道哪些话他愿意听 哪些话他不愿意听 所以在佛法界讲要 妙,巧妙,善巧方便 所以要善巧方便的方法去度众生 实际上用现代话讲 就是你不要让对方感到对你有疑惑 你有什么目的啦 你有什么想法啦 你有意的想干嘛啦 你不要让对方有疑惑 你不让对方有任何疑惑 他就感觉你是真心真意的在帮助他 他就容易接受你的观点 所以化解别人的疑虑 那是非常重要的 他问你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当心的回答 开始几句话 你让他感觉到你化解了他的疑惑之后呢 他就会接下来听你的话 比方说 你去度化一个人 你跟他讲 讲了很多 哎呀 学佛很好啊 怎么怎么 然后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找到我呢 你说我跟你有缘分呢 因为我自己感觉到真的很好 所以我正好碰到你 我就跟你讲一下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缘 你就跟他讲真话 他就感觉到很亲切 如果你讲的那些假话 哎呀 真的是 哎呀 无巧不成书啊 那正好怎么样怎么样 你一讲 他感觉你是假的了 那么这样的话 他有疑惑了 他的佛性不会显现 所以真的要帮助别人 要救人的人 你要让他的佛性显现 你首先要让他化解疑惑 所以佛法就是在世间救度众生的 佛法在这个世间 就是让众生破迷开悟的 不要让众生去痴迷某一件事情 你就是在度化他 你看我们人很多的缺点毛病 就是执着呀 我今天做了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把它做成 我一定要怎么样 我一定要买到这个东西 买到房子啊 所有的一切 你执着 那么就会造成你的痴迷 你看看很多人 你要去劝他的时候 你劝不醒他 为什么 因为他痴迷呀 他迷进去了 你看看过去抽烟的人 你让他不抽烟行吗 喝酒的人 你让他不喝酒行吗 打麻将的人 你让他不打麻将行吗 赌博的人 你让他不赌博行吗 所以这些都是痴迷 所以我们离开世间 去救度别人 那你就不会有什么觉悟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世间 有很多人还没觉悟 所以我今天觉悟了 我去帮助别人 会使别人觉悟 也会使你自己感到更多的觉悟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活法就是在世间让别人觉悟 只有在世间觉悟了 你才能找寻到菩提的真正的意义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我以后走了之后到天上去 我一定会明心见性的 不可能的 你们记住了 你在人间不觉悟 你上不了天 你就算在人间做得再好 你不觉悟 你到了天上 你也是没有品位的 要觉悟 现在就觉悟 要觉 人家说你现在就要有感觉 现在就要开悟 不是说以后 就像很多人说 一样现在苦的不得了 说以后我到天上就享福了 因为你在人间都没有享受到那种佛法的真谛 对你带来的伐喜 你怎么能够到天上去伐喜啊 你在人间还想不通 你还在天天的受苦受难 在你的精神上 你怎么能够得到菩提的真意啊 你永远不觉悟啊 所以佛是从世间产生的 因为世间有很多人要我们去度 让我们去学 所以在世间修行啊 佛法有句话叫佛法离不开世间 要找到正等正觉 找正觉 就是要找到正确的觉悟 只有在人世间找 你们想想 到了天上 各个菩萨都是开悟的 超脱六道 各个都是有修为的 只有到人间 你来找正觉 只有在人间来找 怎么样帮助别人 否则你很难找到 所以 佛无形 佛无相 所以佛是什么 没有形 没有相的 所以人家说没有形相 就是没有形中的了 没有相的 就是在你心里 你说佛到底在哪里 佛在你心呀 你说一个人的境界高不高 你看一看他 素质你就知道了 两个人在一起 你看看这个人的素质 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佛了 所以学佛第一 要让自己做一个善人 和帮助别人的人 你说我学佛了 有什么具体表现吗 那师父今天就跟你们讲 具体的表现 首先第一个表现 就是你要学会去做善人 善人就是不是恶人 善人就是帮助别人的人 这是第一 要学佛 第二 我们让自己要懂得如何去做善事 很多人天天在家里管着自己 永远不关心别人的 只顾自己的感受 不是别人的 他这个善事怎么做啊 所以怎么样去做善事 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第三 如果去改变 要如何去改变你的贪嗔痴 你必须心里有一个底的 我怎么来改变我的贪心啊 那我多不失就不贪了 怎么样来改变自己的称恨心啊 你多称恨了 你就会慢慢变得离智慧越来越远 所以怎么样来改变呢 多一点慈悲吧 对不对啊 你怎么样不愚痴啊 多一点智慧啊 智慧怎么来的 静呀 安静呀 冷静呀 庄重严肃 叫肃静呀 对不对啊 你这样安静了之后 你就可以改变你心中的贪嗔痴 佛性才会在你身上慢慢的体现出来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学博的巧妙 就是在于你能在心中体现出贪嗔痴 你让别人看见你之后 感觉到你身上有贪嗔痴 就是像一个人一样 你让别人看到你 感觉到你有素质 有修养 有素养 你的言语行为和思维 让别人感受到你是学佛人 所以要记住了 行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自立立他呀 经常去自己受到利益 然后去利益众生 然后要善巧方便 能够怎么样帮别人开悟 就用什么方法 比方说这个人 他很喜欢吃你做的东西 那么你就不停地做点菜给他 像邻居之间啊 你家里做什么菜了 送点给他 他喜欢吃你东西 你就给他吃 吃了之后 他对你感情上接近了之后 你再度他就是善巧呀 对不对啊 给他一种方便 让他能够最终悟道成佛 哦原来菩萨都是帮助别人 对 所以我也要帮助别人 所以学佛的人 不能离开世间去找菩提的 菩提智慧 就是从我们现在开始做 就是从我们现在开始找 如果你离开世间 你找不到的呀 你说你到恶鬼道 去找个善良的人 找得到不来 他如果是善良的人 他不会到恶鬼道去的呀 对不对啊 就是这么道理 所以修行要在人间 那么为什么修行要在人间呢 悟道也是在人间 为什么 因为人间有苦有乐 而且人间的是苦多于乐 所以太快乐 你根本不想修行的 所以在天道 太开心了 那么在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太苦了 他也闻不到佛法 他也是很苦 所以没有办法修的 所以在人间 这是最好的 因为有苦有乐 虽然你快乐的时候 你想不到修行 但是当你痛苦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 我怎么样来解脱 这就是你的解脱之道 所以人生要用妙法修行 能够理解别人 帮助别人 但克服了身上的各种的恶念 因为人有励根性 比方说自私啦 损人利己啦 害别人啦 总是想自己想的多 想别人想的少啦 像这种人 实际上用佛法的理念来讲 这就叫恶念 一个自私的人 那种自私会伤害别人的 自私就像你身上的刺一样 你会刺伤别人的 你保护自己太多 你会伤害别人的 所以要懂得 不能有贪嗔痴 你想见证到佛性的话 你就必须要克服自己身上的恶念 恶行 恶意 人家说我这事情 我不是恶意的 有的那是恶意的去伤害别人 有的那不是恶意的伤害别人 太自私的话 说我没有伤害你 我自私 我不愿意告诉你 你说人家生气不啦 师父不是跟你们讲过 有一个人自己找了一个移民代理 把身份办好了 你已经拿到身份了 人家问他 你是哪个移民代理办的 他都不讲 他都不告诉你 你说你今天办好了 你告诉别人 你已经属于自私的人了 很多人没办好就告诉别人 他办好了 他还不愿意告诉别人 像老实话 你说你今天烧个菜 大家烧得跟你一样 就这么好吃多好啊 你为什么不能 连烧一个菜 怎么样烧得好一点 都不愿意告诉别人 所以一个人要改变 就像个小孩子的性格一样 小的时候的性格 比较善良 怎么会越变越坏 他改变了 改变是个坏的 小的时候 很自私 但是大了 懂了 怎么样 要做个有高贵品质的人 他慢慢也是在改变 所以讲到白话佛法 我们做人也是这样 从工作上来说 我们有的时候放下自己的成绩 不要觉得自己做了很多的成绩 要经常记得的是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之处 这样你才能进步 你生活上不要对财啊 对名誉啊 欲望太强 因为太强就会伤害你 你会激活你的自尊心 激活你的自尊心 实际上就是一种贪婪 以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钱财啊 名誉啊 都能拥有的 就是一种低下 低能啊 因为一切都是不可得的呀 所以要情节和朴素 情节朴素 感情上要放下怨恨和嫉妒 你看这个人整天嫉妒别人的人 这些人都能拥有的